大家好,我是QQQ 不好意思,我上星期偷懶了整個星期 因為我去了台灣旅行 旅行最重要是放鬆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重新一下 所以不想太辛苦拿書去溫 純粹去看看風景、吃東西 看看櫻花 剛剛我上星期去的時候 台灣還有少許英文可以看的 另外,在去台灣之前 我已經補了JLPT的N3 不知道大家補了什麼嗎? 還沒記得,快點去補吧 說了這麼久,我們就開始溫馨我們的書 今天要講的文言有三個 不過三個都有點詞,所以蠻好記憶 我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DACOTO NISUR 動詞的題型 GAKOTO NISUR 是就當作某某某的意思 例如 その話は聞か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ます 那件事就當我沒有聽說過 這句句型是表示 將某件事 按照與事實相反的情況去處理 即是不發生了這樣的事 就當作B 這樣的意思 好,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要講的就是 TATTE 或者TATTE 前面是I的形容詞 不要意味 變KU 動詞的形容 所以是TATTE NA的用詞 或者名詞 就要轉這個有叮叮的TATTE 是即使什麼什麼 亦都沒有什麼的意思 這裡有寫到就是 說一些很極端的例子 暗示其他 我更加不用說 就是這個 都什麼什麼 其他也都什麼什麼 這樣的意思 我們就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最近工作都很忙 就算是星期日 都不可以休息 這裡大家看到 就算是星期日 這個應該是公休日 就算是公眾假期 都不可以休息 因為工作太忙 的意思 這個文型 如果前面是跟這個疑問詞 或者是跟這個座詞 的話 它的意思是 表示無論什麼什麼 都什麼什麼 這樣 例如這裡的例子 こんなに簡単な問題なな 單に立ってすくにとけます 這麼簡單的問題 無論誰都可以立即解答出來 這裡看到是疑問詞 然後跟這個疑問詞 就是無論誰都可以 這樣 這裡這個文型多數是用於口語 下一個要說的文型 就是たとえ 或者たといでも 前面就是たとい 或者這個たとい 就是跟這個動詞的形 所以就是でも い的用詞 就不要意味 く加でも な的用詞 和名詞 就要加這個叮叮的 在demo的的的字上面 跟剛才說的文型一樣 如果都是な 和名詞的話 た 就要加叮叮 是一個叮叮的 而這裡就是 で 有這個叮叮的 它的意思是 表示即時 ままま 也都 ままま 表示就算是前行成立 後方的東西 都不會有影響的 例如我們看看 例子 たとえ 友達に嫌いわれても ほんどのことをいう 即使被朋友討厭 我也會講真話 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好朋友的時候 記得要跟他們說回真話 因為畢竟在這個世界 我覺得要跟朋友說回一些真的說話 是難過說一些好聽的說話 因為好聽的說話就是人都喜歡的 這裡就不說其他說話 我們說回文型 就要記住這個例子 例如是即使 也就是即使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明天繼續溫習兩個文言 明天再見 再見